普世教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 他们从那里开始 也从那里结束 他们在刚开始的地方就停住了 他们因此被困在属灵发展的婴孩阶段 基督信仰被称为伟大的宣告 西伯来书三章一节 同蒙天招的圣洁弟兄啊 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和和本修订版 这里的宣认一词 和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中的认和承认 在希腊原文中用的是同一个词 凡是新约评注此点 给宣认下了定义 公开的声明 自由地说出来 因为对事实的坚信不已 而声出的宣告 康阳牧师指出 宣认的意思是 以口头承认的方式做见证 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但是说 我不相信宣告那回事 相当于在说 我不相信基督信仰 我们看到在重生经历中宣告所占的位置 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应该占有相同的位置 因为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就是凭着信心行事 哥林多后书五到七节 五章七节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执定所承认的道 基督信仰是一个宣告 让我们持守我们口所见证和宣告的 让我们持守在基督里我们是谁 是怎样的 拥有什么 让我们持守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 宣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权益和特权 宣告天父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宣告圣灵 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 以及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的信心可以通过宣告来衡量 我们不可能比我们所宣告的相信的更多 当我们开始宣告 耶稣之名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那个名字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上启笑 然而 康阳牧师在此指出了一个危险区 我们可以做两种截然不同的宣告 这是极其危险的 一种是完全出于神的话语 另一种则出于我们的怀疑和恐惧 先宣告出于神话语的 再转头去宣告怀疑和恐惧 会把困惑带入我们的灵里 如果神的话是真实的 并且他绝对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 那么怀疑和恐惧就无立足之地了 他们只得离开 有人说 当信心从前门进来 疑惑就从后门离开了 当信心从前门进来 恐惧就从后门离开了 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信心和疑惑 也不可能同时拥有信心和恐惧 我记得在学习 如何持守宣告的过程中 自己所经历的挣扎 那时我没有读过任何相关书籍 我多希望我读过 他将对我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我从床上起来 完全治愈后 我回到中学里 我超过六英尺 重八十九磅 他们叫我排骨精 一位曾治疗过我的医生 问我阿姨 那男孩好起来了吗 是的 他说 某天我在城里看到他 我还以为我看到鬼了 我相信那个男孩 拥有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意志 但他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我看他活不过九十天 我走一点五英里的路去学校 我上下楼梯去教室 先天来说 我是虚弱的 心脏病的症状 又开始在我身上出现 校长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 他说 坚信 你觉得你应该来学校吗 女老师们都特别害怕你 突然在他们的课上倒下 他们中的一个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对他说 我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 他一定是凭着十足的意志力 站起来的 但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类似的心脏病患者 要是这样爬楼梯 任何时候都可能即刻倒下毕命 上课时 可能你一抬头 就看到他死在课桌上了 这些话真是帮了那些女士大忙 所以校长对我说 受教育很好 我自己也是个教育家 但你的健康更重要 你应该来学校吗 我说 老师 我不是靠着意志力站起来的 那之后很久 我才被圣灵充满 但当时我已经撇到一眼这个真理了 我说 我做了宣告 我不是靠意志力站起来的 我是凭着信心 我的信心将持守下去 那些心脏病的症状确实回来过 但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我在夜晚与疾病抗争 没有人能帮我 我对任何人说 他们都可能通过言语 将我带离我的医治 那时 我并不像现在知道那么多 但我清楚记得 在某天的凌晨四点 我是怎样做了两个宣告的 你看 你可能对自己做错误的宣告 我说 是的 根据神的话语 我的信心会使之成就 根据神的话语 我已经得了医治 但我也说了 是的 我有心脏病的症状 如果它恶化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个宣告 抵消了第一个 所以那天凌晨四点 我砍断了第二个宣告 我甚至都不要对自己说 我有心脏病的症状 我要对自己说 我睡前这样宣告 根据神的话语 我已经得了医治 我会给出经文的具体章节 几年后 我进入了全职服事 我参加了一间大教会 当时我们都认识的一位牧师 心脏病发作了 医生告诉他妻子 他再也不会恢复意识了 他知道大会正在进行中 所以他冲出病房 打电话给我们 让我们祷告 知名医治部道家 雷蒙德·李奇 当时在场 他们叫他上台带领祷告 他说 让我们都举起双手 为S弟兄的医治祷告 我们举起双手 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不会死 他会活下来 我们两千多个人同时祷告 那声响是惊人的 过了一会儿 我们一个接一个停下来 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李奇弟兄说 多少人相信 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举起手 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举起了手 让我们举起双手 为他应允我们的祷告 而赞美他 李奇说 我们都为这个人的医治 而感谢了神一会儿 李奇弟兄走下讲台 诗班的领袖 开始领唱一首赞美诗 然后李奇弟兄 我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我站得非常近 他突然掉头 冲回讲台 他搂住诗班的领袖 对他说了些什么 他不再唱歌 每个人都停下来 每个人都保持安静 雷蒙德里奇说 多少人准备 继续为S弟兄祷告 我没有举手 我不准备在祷告里 我准备为祷告 蒙应允而感谢神 因为我相信 耶稣之名一定会起作用 但我看到周围 我很肯定 百分之九十的人举了手 李奇弟兄说 祷告什么 我以为你们刚才相信 神已经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了 人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 站在我周围的传道人 互相使眼色说 他在说什么 他们不明白 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自然的世界里 他们被感觉所主宰 几年后 我听说那个 我们为之祷告的男人 当时躺在离开聚会 几个街区的医院里 不省人事 突然 耶稣在他床边显现 看着他说 我是医治你的主 他就好起来了 有人也许会说 哦 那个伟大的聚会 和数千人的祷告 使他得了医治 不 只有李奇弟兄和我 或者 还有多几个其他人 如果那个男人 指望剩下的几千人 他可能就死了 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祷告的话 就会抵消他们前面的祷告 每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失败 疑惑和恐惧时 我们就和他们没有分别了 我们或许 祷告的很热切 很竭力 我们在祷告中 宣告了我们的信心 然而下一刻 我们就开始怀疑 他是否聆听了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承认 我们还没有得到 所祷告的东西 我们最后的宣告 摧毁了我们的祷告 康阳牧师 太多的祷告都被摧毁了 基督徒们太擅长这么做了 大部分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人们常常在聚会后找我 让我为他们的医治祷告 我按手在他们身上 祷告 宣告 并感谢神 因着神的话语对我说 奉耶稣的名 他们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随后我大胆宣告 奉耶稣之名 事情已经成就了 你会恢复健康的 荣耀归主 我相信 很多时候 他们会说 甘弟兄 我希望你能继续为我祷告 我说 为了什么 这个吗 他们说 为我得医治啊 我说 这不会有任何好处 你刚刚否认了神的话语 你刚刚否认了 你会好起来 因为你要继续 祷告 你看 我做了信心的祷告 但是他们的宣告 却抵消了我的祷告 摧毁了我信心的功效 耶稣之名 我做了信心 但他还是死了 我们错在哪里 我说 你没有错 神垂听了你的祷告 你看 其他人能抵消我信心的功效 我宁愿 我宁愿让他们砍下我的头 我也不会说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我祷告的时候 神就听见了我 如果那个人死了 神还是垂听了我的祷告 他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 只是那个人自己无法领受罢了 我曾在一位归来的宣教士身边 祷告了数小时 他的全身都被癌细胞吞噬 年仅37岁的他 已经奄奄一息 有一天 我持续祷告了两个半小时 突然 离床尾一英尺的地方 耶稣出现了 他穿着一件白色袍子 我清清楚楚看到他 就像平常看到任何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宣教士 我看到了耶稣 但我对他说 耶稣来医治你了 两千年前 当耶稣死去 被埋葬又复活的时候 医治已经被付上了代价 但耶稣太渴望 这个宣教士得医治 所以他愿意亲自 下来彰显医治 我话音刚落 宣教士做了他上 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从床上起来 跑到床尾 面对耶稣站着 我后来告诉他 其实我看到耶稣了 他才对我说 我没有看到他 但他就站在那里 对吗 我感觉到他的同在 一个灵的同在 就像一个人 站在那里一样真实 耶稣的手中 托着一个什么东西 像捧着一个碗 那肯定是医治 他将这形状奇特的东西 递给这位男士 这位男士伸出手 接住他 然后他又放下手 他垂下头 眉头紧锁 他往后退到床尾的凳子上 坐下 把头埋在双手中说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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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做不到什么 他说 我领受不了我的医治 我说 你做得到的 你可以领受你的医治 耶稣已经来医治你了 他站起来 走向耶稣 正对耶稣站住 耶稣再次将什么东西 伸出手来 递给他 他伸出手接住他 他什么也没看到 但是在灵里 他感觉到了 然后他的手 又垂到身体两边 皱起眉头 退到床尾的凳子坐下 头埋在双手中 痛哭流涕地说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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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做不到什么 他说 我领受不了 我就是领受不了我的医治 我说 你可以的 耶稣已经来医治你了 他第三次站起来 向前走了几步 伸出手 耶稣也伸出手 递给他 我知道是医治的那个东西 但是 他再一次放下双手 推到凳子上 把头埋在双手中 说 我做不到 我领受不了我的医治 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耶稣用悲伤的口吻 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他是触手可及的 看到了吗 我来是为了医治他 但他不让我做 他将在几天后 一个具体的数字 死去 他确实就在这么多天后死了 那是神的旨意吗 绝不 我很高兴他去了天堂 我很高兴他现在已经在上头了 在黄金铺的路上 上蹿下跳 但是 我很遗憾他错过了此生中 他可以得到的东西 他应该回到宣教的施工中 医治他是神的旨意吗 神垂听我的祷告了吗 当然 我做了信心的祷告 耶稣以超自然的方式 亲自下来传递给 他的医治大能 是什么抵消了信心祷告的功效 这个男人的不幸 神永远垂听我的祷告 当你知道 他就听到 我奉耶稣的名而来 他在圣经中这样对我说 他不可能说谎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约翰福音16章23节 你找不到比 我必或他必 更强烈的声明了 他必给你 人们以自己的思想 代替圣经的教导 他们说 好吧 如果你为我做信心的祷告 不管我有没有信心 这事都会成就 那是错误的 不符合圣经的想法 如果你为我做信心的祷告 不管我做得对还是错 这事都会成就 不 他不会成就 圣经清楚地表示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他们不能同行 我的宣告是 他永远垂听我的祷告 在这位37岁宣教士的事件中 他垂听了我祷告 但是那位男士 抵消了我的祷告 他毁掉了我祷告的果效 如何毁掉的 通过错误的宣告 你的宣告 必须完全符合圣经 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你必须持守你的宣告 不要用一个消极的宣告 毁掉你自己祷告的果效 我们这里有一些宣告 用你的口大声说出来 因为你的心里已经相信 宣告 今天耶稣之名属于地上的我 因为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 耶稣就在这里 他在这里垂听 并应允我的祷告 他在这里重视我所说的 因为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他的名字有权柄 他授予我使用 他名字的权利 来对付我的仇敌 一切黑暗的 魔鬼 疾病 压制 抑郁 也包括罪 所以 奉耶稣的名 我是自由的 今天 我宣告我的自由 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我 他所做的一切 他全部的能力和权柄 他所征服一切的大能 都包含在他的名字之中 而那个名字属于我 靠着爱我 且为我舍命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 我拿起耶稣之名 我行走在胜利的大道上 耶稣之名 第二十二章 经文默想 如果你仔细查考新约中 所有关于耶稣之名的经文 你将受益匪浅 他们是大放异彩的 令人兴奋着迷的 是能帮助你建立信心 对你大有益处的 信道来自听道 听道来自神的话语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若不默想神的话语中 关于耶稣之名 这一主题的经文 你无法对耶稣之名 建立起应有的信心 他不会对你起作用 即便你声称自己相信他 例如 你在读这本书之中